我不要讓你看中文 免得你偷揮中文 Multiple Choice A student answers a multiple choice exam question That has 4 possible answers Suppose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student loans The answer is 0.8 即是他要是 loan 要是不 loan The probability of that the student gets is 0.2 股的機會是0.2 那他的股中呢 The probability of correct answer 即是他有 他是 故 即是他是 loan K N O WN 或者是 Unloan 不如我看影片吧 沒有啊 都沒有錄影片給你 你沒有放在YouTube啊 沒有啊 都沒有 你那份東西是獨一無二的 你那份東西我是故意弄出來的 是昨天故意弄出來的 接著拿去認真的 好了 loan 是零點 Loan 就是 probability 0.8 是吧 Unloan 即是他要估計的 即是估計 就會是0.2 好了 如果 loan 的話他對的機會是多少 很驚訝 很驚訝 一定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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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如果他破股 Unloan 的話呢 那對的機會是多少 對的機會是多少 是的 即是四分之一 好了 現在A part A part問什麼 你回答我吧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fixed person is under correctly 即是問什麼 The fixed 即是某一個 fixed person is under correctly 對的 即是對的那兩條路加大 就是0.8 整日加大 你開始做了沒有 阿毛燕斯 不懂啊 好 我聽我上面有什麼教學 教學 教學 你拿來我講兩句 好嗎 不知道怎麼講兩句 你拿那份東西來 計到多少 0.8 好 這個即是找回哪個比是不同 你那個是2比3 這個即是2比3 這個就是3分1比2 2比1 即是你剩下6倍 嗯 這個又全部化回整數 看見哪個相同 好 好了 那B part問什麼 If it is under correctly 即是If 你的意思即是隱藏了 即是given under correctly 就是given under correctly 這樣解釋 即是說 這個即是given 是under correctly 的了 那What is it for be the student really knew the really knew the correct answer 即是他是不是 都真的知道 即是他是不是 即他是這個 不過這個是用k和nk 好嗎 即是prohibit is a k given 其實你看到那個point 對不對 你看到那個point 他這樣問的時候 你就感覺到應該用哪種方式 也都可以這樣看那個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清楚知道原來Base 3 是這樣用的 接著你不需要特意寫的了 你將這個數 即是不需要特意 好像我昨天這樣 將它寫開 但我一定要你有這個point 然後通過看書圖去結構 看它的Base怎樣寫 你的學校也是可能會這樣教的 甚至它叫你飛了這部 但記住 你有些東西飛得到 其實是未必好 即是飛了未必好 所以你永遠寫著它之後 有時候你在某個階段 一反之的時候 原來的東西就很清晰 好 計到多少 0.94 0.94 1.2 好了 OK了 那我們繼續看看下面那條路 好嗎 我記得1.2.3 那幾條 1.2.3.4 那幾條都很淺 即是你昨天那些level 做到了 但是呢 一會兒我們做到第五條 那個level 就很嬉心的 好了 3.indistinguished for pills 即是那些錢包 Each contains two coins 每一個都做兩個 你有東西嗎 是嗎 好 OK 好 我聽一聽你先